记者杨年杰台北报道,近一周来全台各地都有降雨,尤其水晴吃紧的南部地区,水库更有较具规模进账。 水利署资料显示,全台水库进账超过2.5亿吨,南部就超过1.8亿吨,因此在今日上午水晴会议中,水利署也宣布即日期借出台南, 澎湖一接线水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表示,今天会议决定自即日期,高雄地区水晴灯号转为正常蓝灯,台南及澎湖解除一接线水,水晴灯号转为水晴烧尽绿灯,令桃园石门水库用水需求大,维持目前水晴烧尽绿灯, 其他地区维持水情正常蓝灯,目前全台主要水库蓄水率方面,翡翠水库约52%,石门水库约35%,宝山第二第二水库66%, 鲤鱼潭水库68%,德基水库45%,藤文水库21%,乌山头水库46%,南化水库61%,木旦水库69%, ゲилахステム最后入口中,164%入口中,715%入口中,1450%,1166%,630%, Welab735%,小声化鲤503,1193%入口中,12 o preserv的剤 喬到水库 установ闵成水库内 Bernth在延�avo,潮 увид,基本上 살아这种快得多的新情节也会双出者双舞者、